主委 我們聽到人家說爸爸 我們算不知道要怎麼說 沒有啦 我覺得廖老師 他的這個故事 我其實體驗滿深刻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 但是我爸不是外遇 因為像我爸他已經過世了 那其實我覺得 就我現在37歲 但是我爸爸 我爸爸已經過世3年了 那如果往前到 就等於3年前我是34歲 可是這34歲裡面 爸爸跟我相處的時間 可能不到一半 甚至更少 那就像我爸就是屬於那種 以前我那節目也講過 就是怕準的 就漂白關係 所以他常常就是 他就是比較 他就不負責任 比方說他今天闖了貨 他就是逃 就不見了 那可能就是丟給媽媽 就我媽一個女人 帶三個小孩嘛 那所以說從小 我媽就是跟我們講說 你爸爸很壞 都不要你們了 只有媽媽要你們 所以你們知道長大要孝順誰 所以哪天爸爸回來了對不對 就是媽媽可能在生氣的時候 不是暗示喔 就是明確跟媽媽 而且有時候媽媽 這個很多媽媽還會學起來 都會這樣 那其中說像可能我們小時候 做錯事 媽媽生氣嘛 會怕嘛對不對 你不要假設你沒有老爸 跟他灌人喔 你媽媽這麼辛苦 你都不會想 就會講這樣的話 所以當然就是說 那時候你說我小時候 有沒有冤恨過爸爸 會 會恨 就覺得說為什麼別人都有爸爸 我爸爸他也不是死掉 可是他就是不回來 那不然就是說回來之後呢 就是 沒多久又不見了 對 那可是你說爸爸對小孩不好嗎 他又不會 就我爸是屬於那種萬應公 就是說我們要什麼 他想辦法就是生出來 我還記得說 就是我國小 有一次四五年級的時候 就是爸爸有回來了 然後有時候 有一次就是 我要當童子君 那時候就是很流行童子君 那童子君要五百塊嘛 就你要入會 要日行一山要交錢 就是服裝什麼的五百塊這樣 那我就跟我媽說 我想要參加 因為同學都參加嘛 我媽就說 七隻就沒有了 你還要童子君 對不對 你人是有老百塊 你有老百塊嗎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不能去參加童子君 我就很難過 那很難過 但是因為我們家就是屬於那種 嚴母慈父 就是爸爸你跟他要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對不起你 他一定會滿足你 然後我爸就跟我講說 我爸就把我叫去 我在哭 我爸把我叫去說 五百塊拿去 你去報名這樣子 我說可是媽媽說不行 我爸說有事他負責這樣 爸爸這樣講 我們就安心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去報名了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小孩子嘛 你就會 我永遠記得的那一幕 我就穿好那個童子君 然後那時候還有什麼帽子 幹嘛 他綁一個那個 我就很開心的回家 好帥喔 要給媽媽看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 我爸會跟我媽講 我媽一看到我是 我看到我媽是很高興 我媽一看到我大發雷霆 就拿那個藤條打我 我就說 你是那個老大錢 你怎麼 哪五百塊 那我被打的時候 一邊打一邊覺得好委屈 我就說 爸爸讓我去啊這樣子 爸爸給我錢了這樣 結果後來我爸回來 我媽連我爸一起罵就對了 就說 你是怎樣 你是有錢沒錢 就是為了這種錢的事情 吵架 可是我爸就是變成是那種 那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心裡是覺得說 爸爸 其實他一家之主 他做這個決定有什麼呢 可是他卻要為了兒子這樣 然後被媽媽罵 我媽就罵他嘛 那又牽扯到說 你有多了錢 你不會拿來 就是貼補家用或是 你是給你兒子去那裡要創什麼 這個如果這個幫你討人 人家往那個公園參加什麼 你不能給我參加 結果我就覺得我很對不起他 就是說 爸爸其實很疼你 對 爸爸其實很疼我們 然後我們家就是比方說 你可以想想說 他可以卑微到那種 比方說 我們全家人在吃飯 應該是兒子幫爸爸添飯吧 爸爸回來應該是你拿拖鞋給爸爸吧 可是我爸不是 他事先都做好了 沒有沒有 我們要幫爸爸添飯 爸爸你妹你妹 來我可以添你兒子 我爸就自己去添飯 然後順便幫你添一碗這樣 那你會覺得說 爸爸要當到這樣子 其實他自己覺得愧對小孩嘛 那你說 他這幾年這樣來來去去 你說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就是我一直到了 我出社會以後 就是 有一次啦 就是我爸又離家出醜 那離家出醜之後呢 他打電話回來 他就說 他想要回來 他說我想回來這樣 但是他不是問我 他不敢問我媽 他就問我 那我那時候居然跟我爸講說 我跟他講說 你要回來的話 我可以啊 我同意你回來 可是 就是媽媽說 不行這樣子 媽媽說你要回來要問他 結果我爸就說 他就叹了一口氣 就說 好 那他知道 然後我爸就沒有回來 對 我爸就沒有回來 然後沒有回來 我媽其實他一直在等我爸的電話 他也沒有說不讓他回來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是一直到 後來就是我們接到電話嘛 就是 接到電話就說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爸爸現在人在便宜 我想說 為什麼 因為他那一通電話 大家就又過了三年 我說什麼事 他說 你爸爸長的壞東西這樣 他自己還不知道 現在吃什麼就吐什麼這樣 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個直覺就是說 為什麼三年前 我們沒把他接回來這樣 那當然我先不敢讓我媽知道 我就去跟我太太去醫院 那時候我太太還沒有嫁給我 還是訂婚了而已 就去醫院 然後我看到我爸爸的時候 我就狂哭 你看他瘦到一個不行 就是說這個人 其實他以前是很疼愛你的 可是他又氣你們不顧嘛 然後當他回來的時候 又這樣子瘦成那個樣子 然後我看到我就在那邊哭 然後我老婆也跟著我在哭 因為他沒有 他完全不認識我爸爸 他看到我爸爸那樣 他也跟著哭 他就說你爸怎麼會變這樣 然後我媽更不能接受了 我媽後來我打電話給我媽說 就是爸爸得了癌症 然後就是那個醫生跟我們講說 你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爸這已經是末期了 頂多半年而已 但是那時候我們都不敢讓我爸知道 可是其實你說一個人 不是你跟你媽講的時候 我跟我媽講的時候 我媽聽到的時候 他在電話裡面停了很久 好複雜的情緒 很複雜 然後你說他很問他 我媽很恨他 可是他又很愛他 因為我媽跟我爸 其實我爸這樣來來去去 此幾年 我媽他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小孩 他還是守著這個家 然後他也沒有說不讓他回來 他說叫你爸自己打給我 我們家的電話敢不敢 敢不敢 不然你就敢說我們家的電話 他不敢 因為我爸已經來來去去太多次了 停了很久之後講什麼 停了之後我媽就 然後就開始哭啊 怎麼會這樣 哭啦 我媽就哭了 所以 因為我講的時候我是在哭的嘛 我邊講邊哭嘛 因為你很難接受說爸爸回來了 可是卻是可能只能跟你在相處半年 所以這對夫妻結婚這樣子 前後有沒有20年 超過啊當然 我都30幾歲啦 但是30年來講 30幾年來講 真正在一起有沒有10年 有啦 有10年 可是就是說 都是斷斷續續 因為我爸 對啊 我就是說斷斷續續 加起來有在你嗎 他應該有 應該有半一半 15年應該有 可是這15年都是片片斷斷 那我媽是一次又一次受傷 一次又一次就是 我爸不是說會打老婆 或者是 或者是說去 所以按照我們氣智的說法 你媽媽的眼淚裡面有很多成分 對 對 真的 對 我媽是說 但是你說像廖老師剛剛講的那個有沒有 我爸曾經跟我們講過說 想說他要這樣子 其實他 當然也許那是他的藉口 他說為什麼他要去賭博 他為什麼要去千六合彩 他為什麼要去玩股票 因為他總希望多賺一點錢 給我們這樣 但是我媽不希望你這樣 因為他說 你媽每天都跟我要錢 一天就是要我交多少錢 我交不出來 我只要可以聽一下 因為他從美國回來 其實有帶一筆錢 他去美國 他在當船員到美國 非法移民嘛 然後非法移民之後 有賺一些錢回來 可是他跟人家投資 他又不會做生意 全賠光了 那本來我們還買了一個別墅 我想說哇 從此以後我們要過著有錢人的生活 住那種七八十坪的別墅 住不到兩年房子要賣掉了 因為我爸欠賭債要賣錢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我爸他有跟我們講過說 你媽給我太大的壓力